哈喽 大家好 我是庄野 欢迎您收看庄野杂谈加拿大系列节目 节目之前先跟大家伙估一件事 昨天是7月10号 我也光荣的打上了疫苗 我打的当然没什么选择了 我打的就是辉瑞了 因为现在安省最多的疫苗就是辉瑞疫苗 说说感觉 从打完到昨晚睡觉 我都没什么特殊的难受的感觉 不过今天早上起来 打针的胳膊就比较疼 比较酸痛了 不过我倒是没有像有些人有的那种感冒 发烧那样严重的副作用了 因此说我个人感觉这个副作用还可以接受 是吧 比较轻 不过现在没有副作用 并不代表接下来的几天就没有什么副作用 万一要是真有干嘛高等短的 下期您没有看到我更新视频 就说明我出事了 你们也不要太过于悲痛了 是吧 咱们要化悲痛为饭量 吃好喝好 呸呸呸呸呸呸嘴 大家不要害怕 我开玩笑呢 这个疫苗总体上还是很安全的 OK 咱们书接证文 上级咱们把魁省这一通数了 就好像魁省如何如何的不可救药了一样 我相信有不少的魁省老百姓看我的视频 虽说嘴上不说了 那是给我留面子 心里一定也不怎么舒服 其实咱们回头看看 其实魁省这些年也是在进步之中 虽说领取联邦补助每年都是在稳步增长 可是人家GDP的增长也是稳步上升的 而且我个人看魁省的GDP的增幅 应该比他们要补贴的增幅来的高一些 而且你看魁省的老百姓们 一个个的可招人喜欢了 虽然说工作不怎么给力了 不怎么出活 但是人好啊 非常善良友好 非常淳朴好客 不过这一集咱们先把魁省放一边 咱们先填一下上级 我挖起来的这个大坑 咱们讲一讲阿省的这个石油工业 填坑之前呢 我也学习一下郭德纲郭老师 来一句定场诗 难难难道德悬 不对之音不可谈 对了之音谈几句 不对之音 我没准备醒目啊 要不用这个吧 这个茶碗 不对之音是枉费 舌尖 当然了 我这水抄袭了是吧 要不我自己写一首定场诗吧 肯定比郭德纲老师那个好 这么说 庄野说书您来看 边吃饺子边包蒜 有说有笑砍大山 看前您先点个赞 怎么样 来来来给大家五秒时间啊 来 一二三四五 咚咚 那东西实质上就是一种沥青了 富含粘土跟沙石的混合物 外观上看跟沥青是一模一样 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通过输油管运输呢 到了2019年的9月 美国的页油产量达到了顶峰 这也是自从1973年以来 美国首次出口石油超过进口 这一下子呢 直接就把传统石油业给废了 但是问题来了 哎 加拿大90%以上的种植原油 都是销往美国的 你阿省伯利多销可以理解 可是呢 你的顾客需要这么多的重油吗 这样一来呢 两边就形成了供需矛盾 这就好比酒多上了 美国人就说了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实在喝不下去了 加拿大那边呢 还一个劲劝酒 感情深一口闷嘛 是吧 再喝再喝 哎 这事呢 这小土都是说了啊 我瞧啊 江湖留一线是万事好相见的 啊 这样一来的话 咱们以后还怎么愉快的玩耍了 是吧 哎 这么说吧 我呢对你很失望啊 什么人心里话说呀 你呀 就是个嘴炮 许寒问暖不如打笔巨款 爱的热烈不如来个钻戒呀 当然了 我也不跟你要钻戒了 以后呢 你们联邦政府呢 也多给我们点补贴 那比什么都强 而这个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呢 哎 这可是联邦政府自己的大宝贝啊 啊 自己的钱自己心疼嘛 所以说呢 哎 就给这个跨山输油管呢 哎 意义说的非常重大了 什么百年大计 重点项目 必须得给我赶紧上马 是吧 所以说呢 你阿审何必总是抱着石油这碗饭不撒手呢 是吧 宝剑风自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嘛 你也需要在逆境中寻找一下出路了 是吧 所谓江湖子弟拿得起放下 这一集呢 咱们讲阿省 就是那个阿尔伯塔省 大家都知道了 加拿大赫赫有名的石油大省啊 阿省的石油呢 它不像沙特和俄罗斯那种油气田啊 它主要呢 是以油沙的形式存在 而且储量是非常的丰富啊 世界上大约85%左右的油沙 都集中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北部地区 现在请查明呢 阿省的油沙呢 里面有储藏着原油大概是3100亿桶 这就让加拿大其他各省人民呢 看着很羡慕很忌妒啊 可是呢 大家只看到阿省的这个资源优势了 但是呢 阿省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它没有出海口 你看加拿大呢 它只有两个内陆省份 一个是萨省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阿省 因此呢 阿省的石油运输呢 在陆地上 就只能走陆路货运 或者是输油管 运往那个北美各处 或者是运到海边之后呢 再装船出海 在陆地运输中 最经济划算的运输方式呢 无疑就是那个输油管线了 加拿大境内大约有11万7千公里左右的传输管道 这里说一下 咱们说的输油管线呢 是指那种大口径的管道 英文呢 叫做Transmission Pipelines 这里咱们说的这个Transmission Pipelines呢 它是不包括那个开采端的那种小口径的 用于原油的收集管道 或者支线管道 也不包括那个消费端的那些 把燃油或者天然气呢 送到这个千家万户 或者送到企业、厂矿、工厂 这种终端用户的这种终端配送管道 这都不包括 咱们只说这个主要的原油运输管道 给你们看看这张图 这个就是截至2020年 北美现存的原油运输管线 你看 是不是像蜘蛛网一样密集呢 这个红色的 就是现有的运输 加拿大原油的主要的输油管 这个黄绿色的 都是次要一些的输油管 看到这张图 估计很多人脑子里一下子就会冒出一个问号来 哎 不对啊 加拿大开采出来的96%都是油沙 那东西实质上富含粘土跟沙石的混合物 外观上看跟历青是一模一样 这种东西怎么能够通过输油管运输呢 这要是放进输油管里面 那肯定就把管道给你堵出来 没错 油沙确实是没法走输油管的 因此 在阿尔伯塔 本地需要先把油沙分离出来 并且初步提炼成种植的原油 这个油沙分离方法大概有三种了 您自己查一下 但是 甭管什么方法 这些过程 本身就需要消耗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 因此说 开采油沙所产生的碳排放量 要比沙特他们那种开采传统种植原油 要高12% 对环境的破坏作用也很大了 而人家沙特那边实际上很简单了 就是拿个油井 钻个洞 这样一来 对地表 或者说对环境的破坏是比较小的 但是你在看阿省的北部矿区 那家伙 形成了大量的被污染的湖泊 和坑坑洼洼的尾矿和矿坑 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破坏 以后呢 我说到阿省的时候呢 自然会说这些 这个油沙分离生产出来了之后呢 不是出来这个种植原油了吗 然后呢 这个种植原油呢 也不能直接放到输油管里面运输去 因为还是比较粘稠的嘛 需要再往里面掺入这个稀释剂 或者是凝稀油 变成一种流动性比较强的这个混合油 这才能通过管道呢 运输到北美各地 但是呢 您知道了 再怎么混合 它的性质没有改变 它还是种植原油 不能直接用 需要运往这个美国的中西部 以及美墨边境的大湾区 这些地区的种植原油提炼厂 进一步提炼或者叫精炼了啊 变成那种可用的清制油或者重制油 这才能最终被消费者使用 听到这儿呢 有人可能会蒙圈了啊 看你刚才说的什么 重制原油啊 什么清制油啊 重制油啊 什么意思啊 这个呢 我先简单解释一下吧 要不然呢 到后面呢 您没法听 咱们先说这个原油吧 它的英文呢 叫做Cruid Oil 中文翻译的比较好了 因为它带了一个原字 您看到原这个字呢 您就知道了 这是精炼前的状态 就是说呀 从地下挖出来的液态石油 简单的过滤处理一下之后 或者是加拿大的油沙 经过这个分离萃取之后 产生的那种黑乎乎的 可以通过输油管运输的油 也就是运到精炼厂 进行精炼之前的这个半成品石油 这叫做原油 原油呢 又分两种了 一个是种植原油 一个是清制原油 种植原油呢 比较常见 你像那个沙特呀 俄罗斯啊 那些地方呢 就是从油井 或者是钻井平台中挖出来的 那些就是种植原油 另外前面说了 这个加拿大阿省呢 从油沙中分离出来的那些东西 添加点佐料 在输油管中运过来运过去的 那也是种植原油 另外那个委内瑞拉那块呢 也有原油 也是种植原油 但是呢 因为它们那块的提炼技术不太过关 因此呢 杂质比较多一些 因此说 委内瑞拉那块出产的是超种植原油 但是甭管这个种植原油还是超种植原油 它们都属于种植原油 相对密度是在0.9到1之间的 而那种相对密度小于0.9的原油呢 则被称为清制原油 其中最典型的清制原油就是叶盐油 这个叶盐油呢 后面我会再详细说 现在呢 您就先知道啊 这个叶盐油呢 是清制原油就行了 它也是原油的一种了 也是需要通过这个输油管来运输的 甭管什么种植原油啊 清制原油啊 它们都是原油 带了一个原字 那都不能直接用 需要经过炼油厂的提炼之后 才能够变为我们经常使用的产品 而这些提炼出来的产品 又可以分为清制油 种制油 以及渣子 您注意啊 这里面没有原字了 就说明呢 我说的这些呢 都是提炼后的产品 所谓的清制油 就是那些燃点比较低的 像那个汽油啊 柴油啊 煤油啊 这些用途非常广泛 价值非常高的油品 而种制油呢 是那种燃点比较高 密度呢 也比较大 也就是把清制油呢 提炼走之后 剩余的黑乎乎的那些可燃部分 叫种制油 这些种制油呢 你肯定知道了 价格呢 比较低 它们呢 主要是用来用作这个燃料油 用来烧的 您比如说那个火力发电厂 再比如说那个轮船 你看那个轮船呢 一般开船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先用清制油 什么汽油啊 煤油啊 柴油啊 来点火启动 等到正常航行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燃料呢 换成种制油 来提供动力 哎 这就是为啥呢 每次呢 有船只在海上失势 总会有一些这个脏兮兮 黑乎乎的这个粘稠的油料 把那些鸟儿呢 都给粘住 这些呢 就是种制燃油 当然了 如果那个种制的原油 要是泄露的话呢 也可以造成把鸟儿给粘住这个效果啊 除了清制油和种制油之外呢 这个原油经过提炼之后 还有一些剩下的渣子和边角料 就是像什么石蜡呀 沥青啊 这些价值比较低的副产品了 因此说呢 现在您明白了啊 什么是清制原油 什么是种制原油 什么是清制油 什么是种制油 哎 都明白了吧 两个是提炼前的 两个是提炼后的 因此说呢 您经常在报纸杂志上 听到什么种油啊 清油啊这种说法呢 都不严谨 您呢 需要根据上下文 判断一下他们所说的 到底是提炼前的原油 还是提炼之后的成品油 有人说这个庄野啊 你啰啰嗦嗦的 给我们上了一趟化学课啊 有啥用意吗 哎 有用 接下来的这些话呢 比较重要 最好呢 您记下来 拿个小本记住更好了 首先呢 第一点您需要记住的啊 清脂原油是无法完全替代 种植原油的 这个很好理解了 因为这个种植原油呢 经过提炼过后的一些低价值产品 你比如说 那个种植燃油 石辣 沥青啊这些东西呢 虽说价值很低了 但是呢 这些东西在清脂原油中提炼不出来 或者说是提炼的很少 因此说呢 像叶岩油这种清脂原油 目前是无法完全取代 现有的这个传统石油的 哎 您记下来了吗 第二个需要记的呢 也很重要 那就是在炼油的过程中 同样容积的原油 这个种植的原油 比清脂原油要便宜很多 哎 您记下来了吗 其实也很好理解了 你像叶岩油这种清脂原油呢 它能炼化生产出更多的清脂油 就像什么煤油啊 柴油啊 汽油啊这些高价值的产品 而那个种植原油呢 它能够提炼出来的高价值产品呢 相对比较少 种植原油里面的很大一部分 最后呢都变成了糟粕 因此说呀 这个清脂的原油更加受市场的欢迎 因此说市场价格也比较高 而那个种植原油呢 因为废物太多了嘛 提炼过程中呢 又产生了不少的污染 因此呢 那肯定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呀 这很好理解 你像之前那个叶岩油的技术不过关的时候呢 大家没得选 只有种植原油这一种选择 因此呢这个传统的种植原油那还是香波波 但是从2018年之后 这个叶岩油的技术啊 是突飞猛进了 尤其是2018年的8月 那美国靠着叶岩油 是一下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呀 到了2019年的9月 那美国的叶岩油产量啊达到了顶峰 这也是自从1973年以来 美国首次出口石油超过进口 这一下子呢 直接就把传统石油业给废了 这个传统的石油呢 作为那个黑金的历史呢 就是一去不复返了 你再看那个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那也一下子就没什么底气了 咱们再看这个国际原油的价格呀 就跟做了过山车呀 是揉揉了一下就飞下来了 既然说到这个叶岩油了呢 咱们就简单说一下 叶岩油的英文呢 叫做shell oil 是指这个叶岩层系里面 所含的一种轻质原油资源 在全世界呢 这个叶岩油的储量呢 大概是11万亿到13万亿吨 远远超过那个传统的石油的储量 虽说在开采端呢 也需要提炼啊 成本的也不低 可是呢 它污染不怎么大 所以说呢 现在对污染大不大这件事呢 也是有争议的了 有人说 你开采叶岩油的话呢 不是需要用高压水枪打裂岩石吗 在这个过程中 就有可能会出现地下水的污染 或者说会引发地震 但是呢 这些说法呢 也是没有确作证据的 是吧 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 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开发这个叶岩油啊 那肯定要比常规石油的开采 尤其是那个污染环境非常严重的 那个加拿大的油沙开采 开采叶岩油所造成的污染 那是少的多的多 哎 这对加拿大来说呢 就不是一个好消息了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一个行业的前进方向 跟你现有的资源和开发方式 那是截然不同 是越走越远呢 那能是好事吗 除非你做出改变了 哎 那就跟今天的主题接上了 有了这个叶岩油 种植原油呢 就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所以说呢 加拿大卖自己的种植原油的时候呢 这个本身的价格呢 就没法抬得太高了 因此说您看呢 阿尔伯塔的这个油沙开采 他在开采端呢 需要投钱 在消费端呢 他又卖不上价 这样一来呢 加拿大的些采油的开发商的利润呢 立刻就被摊薄了 另外呢 再加上小土豆总理呢 要求减排 这个阿省的石油工业的利润空间呢 就又进一步被压缩 虽说现在没有达到负利润那么惨了 但是呢 基本上已经快要吃平了 这样一来呢 这些阿省的大的石油开发商呢 前面呢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那就是加大开采量 哎 很好理解了 薄利多销嘛 是吧 但是问题来了 哎 加拿大90%以上的种植原油 都是销往美国的 哎 你阿省不利多销可以理解 可是呢 你的顾客需要这么多的重油吗 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呀 不过呢 一个好消息 美国呢 暂时还是需要这么多原油的 哎 美国为什么需要呢 这是因为啊 一方面呢 像叶岩油这种轻质原油 目前无法完全取代原油的传统石油的 前面您不是用小本子记下来了吗 另一方面呢 美国中西部目前呢 有大量的这个重制原油的炼油厂 他们暂时是无法处理美国自己开采的叶岩油 而那种可以进一步提炼叶岩油的这种轻质原油的炼油厂 在美国呢 还不是很多了 因此呢 这些提炼不了的多余的叶岩油 美国呢还出口给别的国家 因此说呢 您就可以看到一个奇葩现象 美国呢一边大量进口的来自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的种植原油 另一方面呢 又大量的对外出口叶岩油 所以说呀 美国暂时还是需要种植原油的 因此说呢 加拿大的这些 尤其是阿省的这些石油开发商们呢 目前来看呢还能喘口气 可是呢 您注意到我用的这个词了吗 暂时的 为啥用这个词呢 因为呀 美国这边呢 正在逐渐把这个美国国内的炼油厂 这个产能呢 从种植原油 往轻植原油方面转化 因此呢 长久来看啊 美国对种植原油的需求 那是一定是一个稳步下降的趋势 你像那个 对于美国市场非常依赖的这个 加拿大的石油行业 前景是非常的不妙啊 于是呢 加拿大这边就需要快马加鞭的 利用这几年 美国暂时还需要加拿大石油的这个 所剩时间不长的窗口期 最后疯狂一把 多卖的油给美国 于是呢 现在您看到的一切 美家两国关于石油输油管的这个争端 就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 而加拿大那边呢 就搞这个薄利多销的策略啊 加大开采量 而美国那边呢 就是扭扭捏捏捏的不想要 千方百计的给加拿大的石油出口 设置障碍 这样一来呢 两边就形成了供需矛盾 这就好比酒桌上了 这个美国人就说了 哎呀不要了不要了 实在喝不下去了啊 加拿大那边呢 还一个劲儿劝酒 感情深一口闷嘛 是吧 再喝再喝啊 来啊啊 喝不下去了 那肯定是我们这边照顾不周啊 服务员 再擅两箱来啊 然后呢 两箱上来之后 加拿大呢 碰碰碰 又给开了三瓶 这个比喻不太贴切了啊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这边呢 是使劲儿的推托呀 而加拿大这边呢 就使劲儿的开采呀 开采着开采着 加拿大这边突然发现呢 开采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这个收入呢 是再也上不去了 为什么呀 因为瓶颈出来了 就是说呀 北美现有的输油管线的运力 已经达到了极限 加拿大这边开采提炼出来的重油呢 是满满当当的存在油库中是运不出去啊 你看这个现有的管道啊 就是您刚才看到这个密密妈妈 跟蜘蛛网一样的这个输油管线 其实已经全部满负荷在运行了 运力呢 已经达到饱和 这还是在这个不漏油的情况下 你还没有考虑管线出问题的情况吧 可实际上呢 大多数的输油管呢 至少都已经有了20年以上的历史了 本来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就没有考虑非常长远 口径呢 当时就不太大 再加上长时间的运行 这个管道内部呢 也有损耗 或者是这个杂质的堆积 再加上这个年久失修了 管道老化 这就跟那个人体的血管是一样的啊 年纪大了 动不动呢 就给你来个心梗跟血栓什么的 这个输油管呢 又不像血管 你可以给安个支架 给它撑起来是吧 撑不起来呢 于是就容易堵塞了是吧 其实堵塞还好办了 顶多呢 就是运油量降低了 可是万一要是这个管线破了 哎 造成了漏油 那麻烦可就大了 你得先停止这个输油 该打补定打补定 是吧 该换管道换管道 但是呢 一修理呢 就要耽误好几个月 除了修理之外呢 你还要接下来打官司啊 你还要给那些漏油的地区的人民呢 造成的这个环境污染 你得给人家补偿嘛 因此说呀 现有的这个输油管线呢 是非常的不给力 这就给阿省的这个石油开发拖了后腿了 于是阿省的这个种植原油开采出来之后呢 就都满仓满谷的堆在阿省的油库中 是干着急运不出去 于是这个加拿大或者说阿省了 目前最主要最火烧没没的问题 就是增加这个输油管线的运力 这事等不了啊 是吧 趁着美国现在呢 还需要我们的种植原油 赶紧把他这个钱给挣到手 所谓夜长梦多嘛 等错过了这段宝贵的暂时的时间 等美国不再需要我们加拿大的油了 那就彻底泄菜了是吧 有人说了 这阿省你也太不高瞻远瞩 你等到人家美国的夜盐油出来之后 才开始着急 你早干嘛去了 哼 其实呢 这事呢也不怪阿省 阿省在新建改建这个输油管这方面呢 其实比谁都积极 这些年呢 还净忙活这些事了 我查了一下啊 阿省提出的 跟输油管有关的计划呢 大大小小 前前后后都有几十个了 很多计划呢 都是很多年前就提出来了 可是到现在呢 大多数的项目都失败了 被各种取消啊延误啊 阿省老百姓心里就是甭提多难受了 哎 这就引发了今天咱们要讨论的主题 就是加拿大 美国和阿省 这三方之间的输油管争端 现在您看这个新闻上报纸上的是铺天盖地 到处都是啊 我呢今天就给您续道续道 目前在阿省啊 有三个主要的输油管道改进项目正在进行之中 当然了在阿省开展的跟石油相关的大大小小的项目呢 多的去了 我就不一一说了 我要是全说的话呢 咱们再讲好几集讲不完 因此说呀 咱们就拿这三个项目来举例子 基本上就说明问题了 这三个在建的项目分别是什么呢 这第一个呢 叫做Enbridge Line 3 Replacement Project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安桥三号线替换项目 第二个呢叫做Keystone XL 基石管线四期项目 这里这个XL呢 它不是咱们穿衣服那个尺码 那个Extra Large的意思啊 抄大号的意思啊 它的意思呢是Export Limited 至于为啥叫这个Export Limited 我也不知道 咱们也这么叫吧 或者简称它Key XL 第三个项目呢 叫做Trans Mountain Expansion Project 就是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咱们简称它为TMEP 这三个项目呢 都是加拿大和阿省推进的重点项目 观众朋友们中呢 肯定有不少来自阿省和BC的群众 估计呢你们都门清 反正呢 这个加拿大的官媒呢 就一直在吹呀 这三个项目呢 可以为这个加拿大创造无数的就业机会 又可以为加拿大和阿省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产业是天砖加瓦呀 反正就是如何如何的好 哎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啊 这三个项目呢 进行的都不是很顺利 咱们先说第一个啊 这个安桥三号线替换项目 这个安桥三号线的输油管呢 它最初是建于1960年代 长度大约是1660公里 起点呢 就是在阿省的省府埃德蒙顿 终点呢 就是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苏比利尔市 这条安桥三号线管道呢 是由加拿大的能源公司安桥公司所拥有和运营的 安桥这个名字啊 说中文呢 估计您没什么感觉 不过我要说起英文的话呢 估计您就肃然起应了 如雷贯耳啊 这公司的英文名字呢 叫做Inbridge Energy 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民呢 估计都知道这个Inbridge 一说起这个Inbridge呢 我也是一脑门子官司啊 我家呢也买了不少这个Inbridge股票了 当时呢 本想趁着这个油价低的时候呢 进场捞一笔 结果呢 不得不说这运气好啊 该发财的命啊 到现在还套着呢 混成小小小小小小的股东了 是吧 但是你别看这个Inbridge的股票是半死不活的啊 但是这个公司呢还是比较牛的了 它的总部呢就在这个卡尔加里 这个Inbridge呢 虽说它不是加拿大的国企了 但是呢 它也是加拿大著名的全球500强的企业 也是加拿大的石油产业的标杆 实际上呢 它跟国企也差不多了啊 别说阿省了 连阿省这边的天然气管线都是他们来运营的 我们家这个天然气的这个账单都是Inbridge的 当然了 咱们今天也没必要说这个Inbridge公司的历史和详细的情况 它今天只是客串一下 咱们今天呢 主要是说它这个三号线管道啊 这个管道是1968年开始运营的 来您查查这都多少年了 2021-1968 这个53年了 我的天 据资料说啊 这条管道呢 到处都是裂缝和孔洞啊 动不动就造成大规模的泄露 这个Inbridge呢 光赔钱就赔老鼻子了 于是这个Inbridge公司呢 为了安全起见 不得不减少每天的这个石油的运输量 于是呢 Inbridge就说了 这破管道得换呢 因为这个换好后呢 好处很多了 每天这个运游量呢 能增加37万桶 多好的事啊 是吧 而且这个Inbridge三号线管道替换项目呢 它是一个管道替换项目 它不是开辟新的线路 按理说呢 用这个新管道来替换千仓百孔的这个旧管道 这是对环境有好处的事啊 应该是最容易的 结果呢 是事与愿违啊 刚说了 这个线路呢 是从加拿大运游到美国 加拿大这边的管道早就替换完了 可是美国那边呢 过了这个美加边境呢 它需要经过这个明尼苏达 威斯康星还有这个北达克他州 这三个州 需要这三个州呢 都同意才可以 结果呢 这个威斯康星州和那个北达克他州 都换完了 最后呢 就堵在这个明尼苏达州 这倒不是说美国政府那边给设置什么障碍了 因为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是2020年的12月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的监管部门呢 已经给开绿灯了 也允许这个这个项目开工了啊 可是呢 就是那帮明尼苏达州的这个环保组织和原住民们 一天到晚的抗议啊 光抗议还不行 还上法庭起诉他们 要求呢 美国政府呢 把给Inbridge的这个许可证给撤回去 把这个Inbridge公司给折腾的 基本上是三天两头 往法庭跑 这工程呢 也就停在那儿 无法开工 有人说 美国不是已经给发了许可证吗 那你就开工呗 哎 说的容易啊 哪那么简单呢 哎 没错 虽说这个美国政府呢 已经把许可证发给你了 但是呢 嗯 在法庭诉讼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 贸然开工风险很大呀 你想啊 你要是在法庭上按不住这些环保组织和原住民社区的话呢 美国政府的许可证是随时可以给你收回去的 哎 一旦这个许可证给撤回去了 你之前费心巴力准备的那些材料啊 人工啊 设备啊 那不都打水漂了吗 是吧 嗯 现在的进度是什么呢 嗯 截止做视频的今天呢 这个庭审的结果还没出来 啊 对这个项目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 哎 您可以随时上网 跟进这个案子的审理进度啊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第二个项目 就是Keystone XL项目 基石管线四期项目 咱们就简称它为KXL 这个项目的开发者和拥有者呢 是另外一家总部位于 阿省卡尔加里的能源公司 它的名字呢 叫做Trans Canada 不过现在这个公司已经改名叫TC Energy了 不过咱们还是这里统一叫它一开始的名字啊 Trans Canada 比较没有奇异了 这个KXL项目呢 一开始上马立项的时候呢 它属于私人融资 这里面呢 还有不少来自美国的这个资金了 不过到了2020年3月份之后 美国的资金呢 都已经基本离场了 目前这个项目呢 已经被阿尔伯塔省政府控股 因此呢这个项目的推进 跟省政府的财政收益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KXL是四期项目 那么现有的这个Keystone管道系统呢 它实际上是2005年上马的 到2016年的时候呢 已经完成了前面三期项目 这个管道的运游能力呢 大概是每天59.1万桶 你看看这个图啊 这就是这个Keystone Pipeline的这个管道图 你看啊 这个管道呢 它拐了一个大弯 它是起始于阿省的Hardist 送往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州的斯蒂尔城 然后呢 到了斯蒂尔城之后 游分两路 一路向东 运到伊利诺伊州的伍德河和帕托卡 另外呢 一路向南 运到这个俄克拉罕马州的枯兴 然后呢 再运到墨西哥湾沿岸的这个休斯顿 和亚瑟港 这个管线是2005年上马的 不过到了2008年的6月 全球经济不是受到那个次贷危机的影响吗 经济衰退 油价暴跌 这个Trans Canada呢 就决定开始上马新的这个Keystone四期项目 就是这个KXL项目 就是这张图里面的这个绿色管线了 你看 这个线路呢 它不是替换前面三期的管线 而是重新开辟一条更短的线路 穿越这个美国蒙大拿州的这个Baker城 直达内布拉斯加的这个斯蒂尔城 全城呢 大约是1900公里 然后呢 在斯蒂尔城并入现有的管道 这个四期项目一旦完工啊 每天呢 将增加83万桶的原油运输能力 想的挺美啊 结果是没想到啊 因为这个前三期项目呢 在陆续投入生产之后呢 发生了好多起这个漏油事件 于是呢 这个第四期 立马就被这个环保组织给盯上了 这个环保组织呢 就联合美加两国的这个原住民的部落呀 从2011年开始啊 针对这个KXL项目 到底应不应该给他们发许可证 就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辩论呢 这原住民们呢 就认为啊 这些资本家是贪得无厌了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是破坏环境 而且现在这个你看化石燃料呢 都已经是日薄西山了 大家都在发展绿色能源 你看呢 你们这个Keystone Pipeline呢 前面已经让你们上马了三期项目了 这对你们就够宽容够可以的了是吧 结果呢 你们又来一个锦上添花的第四期项目 你看这第四期啊 它压根就没有什么紧迫性和必要性 纯粹就是为了多挣钱是吧 而且呢 你这个第四期呢 这个新的线路呢 还有穿越这个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 猛大拿州的沙丘地带啊 那得杀死多少小动物啊 干出这种事来 我就问你 是谁给你们的勇气啊 梁静如吗 梁静如说了 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起啊 问错人了 咱们换一个人问啊 咱们问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是不是你奥巴马给他们发的开工许可证呢 让奥巴马说了 诶 诶 怎么可能呢 是吧 我可是民主党的啊 我可不能被这个破坏环境的锅 这不 在2015年呢 这个KXL项目呢 就被奥巴马总统呢 给暂时推迟了 不知道您还记得2016年 当时这个特朗普跟希拉里在进行第一次总统辩论的时候呢 这个希拉里呢 还用这个KXL项目来举例子 说明他们民主党是如何如何的搞好这个平衡 把这个环境和开发之间的辩证关系处理的非常好 是吧 如果上台之后呢 就要避掉这个KXL是吧 不过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是特朗普赢了总统选举 特朗普一看呢 你们民主党反对的事呢 我就要支持 于是呢 在2017年的1月24日 特朗普呢 就给这个KXL项目开了绿灯 特朗普的理由就是说呀 为了提振美国的经济 增加美国的就业呀 哎 听到这个好消息呢 这小土豆总理是乐坏了 阿省人民呢 也是欢天喜地呀 那个Trans Canada呢 他也撸起袖子准备开工啊 又招人呢 又招设备呀 另外呢 再拨钱补偿一下 这个加拿大境内的 这个萨省和阿省的 这个受影响的原住民们 是吧 那钱可是花老了 你看花了这么多钱呢 这个Trans Canada一家呢 他也撑不下来 于是呢 在2020年的3月 阿尔伯塔省的省长 Jason Kenny呢 拍板决定 阿省政府呢 是投钱入股 为了这个KXL项目 是提供贷款担保 哎 就这样 阿省政府呢 直接混成了大股东 结果是风水轮流转呢 等到一年之后呢 这个拜登上了台 哎 你们共和党同意的事呢 我们民主党就要反对了 于是呼啦一下子 2021年的1月20日 这个美国总统乔拜登呢 在他上任的第一天 就撤销了这个KXL的许可证 这下子阿省傻眼了 日前投的钱呢 全大水漂了 省政府呢 也被深度套牢了 哭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啊 你们美国鬼子怎么出尔反尔的啊 照三不照 两云三不照的 天上一角 地上一角 想一出事一出啊 还有没有个准主意了 哎 你看这个俏皮话还不少啊 就连那个一直支持环保政策的这个小土豆总理 在旁边也都看不下去了 你美国这不是放我们的鸽子吗 哎 这事呢 这小土豆就说了啊 老乔啊 江湖留一切是万事好相见的啊 这样一来的话 咱们以后还怎么愉快的玩耍了是吧 哎 这么说吧 我呢 对你很失望啊 这拜登一笑 哎 你爱说啥说啥 别的事可以商量 这事呢 没得商量 其实啊 对这事呢 我个人呢是这么认为的 别看这个土豆总理呢 对 咱们咱们也别叫土豆土豆的了啊 怪不尊敬的是吧 咱们以后呢 还是叫他小特鲁多吧 是吧 原谅我之前也是说顺嘴了 我个人认为啊 别看特鲁多总理呢 对拜登说这些狠话了 措辞别看非常严厉了 但其实呢 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这小特鲁多呢 其实就是一个嘴炮了是吧 而且小特鲁多自己其实也知道了 拜登不会因为他说什么而改变决定的 你看加拿大总理这番表态呢 他更多的是为了安慰一下 受到伤害的阿省和萨省人民 破碎的小心灵 列位 谁说我不支持你们了 是吧 你看我这个嘴 骂起人来也是毫不留情啊 一点不给这个拜登留面子 阿省人民心里话说呀 你呀就是个嘴炮 虚寒问暖不如打一笔巨款呢 爱的热烈不如来个钻戒呀 当然了 我也不跟你要钻戒了 以后呢 你们联邦政府呢 也多给我们点补贴 那比什么都强 特鲁多呢 听到补贴这两个字呢 笑笑不说话 要不咱们还是继续骂美国吧 这第三个管道呢 叫做Trans Mountain Expansion Project 简称TMEP 中文叫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咱们去年在庄业杂谈加拿大第七集里面谈到过 今天呢 我简单重复一下 这个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 这个项目呢 是加拿大的国内项目 它不涉及美国 管道的歧视点是设在埃德蒙顿附近 送游的终点呢 是在BC省的海运码头 这个管道呢 跟咱们前面说的那两个不一样 前面那两个管道翻新呢 目的是为了增加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而这个跨山输油管的扩建工程呢 虽说也有一部分是送往美国的炼油厂 但是从战略上来说呢 它是为了摆脱加拿大对美国的能源依赖 而瞄准欧洲和亚洲市场发力的 因此呢 这个管道对加拿大来说意义更大 而且这个跨山输油管呢 对环境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太大了 因为呢 它不是线路替换 也不是开新的线路 而是在这个原有的从1953年开始 就一直在使用的现有的线路的边上 再修一条并行的管道 这样呢 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而且还能使得这个管道呢 容量从每天的30万桶 扩大到每天89万桶 你看 每天增加59万桶的运用能力 因此说呀 这个项目呢 比起前两条 翻新改建项目呢 是成本更低 战略意义更大 所以说呢 前几年呢 阿省呢 因为修建这个管道呢 跟BC省呢 双方闹得是很不愉快了 双方人民呢 互相问候对方的家人是吧 吵吵闹闹的是这个 非常伤和气了 导致这个项目是大大的延期 但是呢 根据现在的最新消息啊 这个项目呢 已经是尘埃落地了 事实上已经开工了 正在顺利实施之中 其实呢 这条管线呢 能够这么顺利实施 还是因为呢 这条管线呢 是联邦政府的资产 那是在2018年的8月31日 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这个跨山公司 就是这个Trans Mountain Corporation 控股了这个项目 这个跨山公司呢 它是加拿大的国有企业 就是那个加拿大发展投资公司 CDEV 它下面的子公司 所以说您看到了吧 加拿大联邦政府 其实一点不少 你看那个KXL项目啊 前面说的 那个可是阿省政府的大宝贝啊 现在说黄了吧 可是套牢的呢 是阿省政府 不是联邦政府 那小特鲁多呢 也就嘴炮一下 意思意思得了 而这个跨山输油管扩建项目呢 这可是联邦政府自己的大宝贝啊 自己的钱自己心疼嘛 所以说呢 就给这个跨山输油管呢 意义说的非常重大了 什么百年大计 重点项目 必须得给我赶紧上马 是吧 至于那个KXL项目 无所谓 该怎么办怎么办 我们也爱莫能助了 另外那个 关于那个Inbridge三号线呢 反正Inbridge公司是财大气粗了 交给他们自己去搞定就行了 听天由命 至于成不成的 无所谓 其实啊 在加拿大全国呢 除了阿省之外的其他省份 其实对这件输油管的口水杖这件事呢 也是抱着一个无所谓的看上到的态度了 甚至是反对修建的呼声更高一些 但是加拿大内部的这些吵吵闹闹呢 主要考虑的还是环境问题 不过有不少啊 是这个阴谋论者对此有更深层次的分析了 其实你也看出来了 通过对前面这三个项目的分析呢 我也不知道您注意到这个规律没有 阿省现在的石油管线的建设 只要寡蹭到了美国 就肯定不顺利 这很好理解啊 美国鬼子呢 肯定是不能让你加拿大舒舒服服的躺着把钱挣了 于是呢 美国就对这些由加拿大主导的输油管建设 是推推桑桑是百般刁难的 根本原因呢 还是因为目前美国国内呢 对加拿大的重油需求是越来越低了 换句话说吧 美国呢 把加拿大的这些油当成了一个砝码 一个安抚那些美国国内的白左和环保主义者们的砝码 同时呢 也通过这件事呢 狠狠打击一下阿省的经济 把阿省这个加拿大最富裕的省份 直接放躺下 哎 美国人是打这个小算盘 这对美国人呢 是百利而无一害呀 目的呢 就是让加拿大呢 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加依赖美国 所谓一石二鸟嘛 所以说美国这招呢 其实很阴损老辣的 不过呢 庄爷本人呢 倒是有另外一个想法 你看拜登啊 这次打压KXL呢 其实根本目标呢 可能不是为了打击加拿大 而是为了打击整个石油产业 你看呢 那个美国国内的页岩油产业 也被拜登打击到了 要求他们减产啊 这几个人看不明白了啊 拜登打压石油业 这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 哎 其实呢 就是2019年底突然爆发的这个新冠疫情 这次新冠疫情是突发灾难了 造成了全世界石油产品在需求端的暴跌 结果是油价猛跌啊 但是石油这个商品它是比较特殊了啊 它是全球经济的润滑剂 尤其是那个石油的价格 那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那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看到油价暴跌而无动于衷的 于是呢 美国带头 暗中呢 要求各大石油生产国是降低产量 你看一开始呢 俄罗斯呢 还拿这个减产这事呢 跟美国谈条件 后来呢 美国也是给了俄罗斯一些甜头了 这俄罗斯呢 才答应配合 结果您看呢 从2020年的下半年开始 你看这油价呢 又慢慢的回升了 因此您看呢 美国这次打压加拿大的阿省 和美国自己的页岩油的产业 一方面呢 是跟其他的石油输出国是摇香火 但是控制油价呢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促进本国这个新能源产业的创新 缓解一下美国国内的白左们和公知们 对这个地球变暖这件事的这个焦虑 因此说呀 我觉得啊 这个KXL项目呢 虽说是被cancel了 而且未来呢 也不太可能复活了 但是阿省呢 并没有为了这事儿真的就伤筋动骨了 不是说没了这个项目 阿省就活不下去 吃不上饭了 因为毕竟从国际大势来看呢 油价还是稳住了 石油呢 也不会变成白菜价了 因此呢 阿省你就凭着手收现有的这些油和现有的这个输油管输油设施 你再吃个十年二十年的 那也不会饿着的 而且呢 你看拜登啊 这次否决KXL 它实际上呢 算是对阿省的一个压力测试了 这其实也给了阿省一个反思的机会啊 所谓赛翁之马烟之非福嘛 不要说是总指挖油这一条路活着嘛 其实呢 阿省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了 你看它那个日照非常充足嘛 可以发展那个太阳能发电产业了 而且它的农业发达 旅游业呢 又是得天独厚 另外呢 阿省的工程师的数量也是位居全国之冠的 也有人才优势 而且呢 它又跟美国离得非常近是吧 所以说呢 你阿省何必总是抱着石油这碗饭不撒手呢 是吧 宝剑封字魔力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嘛 你也需要在逆境中寻找些出路了 是吧 所谓江湖子弟拿得起放得下 从这点上来看呢 阿省呢 其实应该学习一些人家魁省 这魁省呢 也不是没有石油资源了 可是呢 人家不挖 那多聪明啊 人家呢 不把自己家挖得千疮百孔的 人家呢 大力发展水电建设 那可是妥妥的清洁能源 绿散能源呢 舒舒服服干干净净的 就把这个钱给挣到手了 因此说呀 阿省其实可以在开发其他产业方面 多下下功夫了 当然了 以上这些呢 都是我个人的浅见了 你要是有不同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唉 讲了半天了 今天呢 咱们这集是番外篇 专门讲这个阿省的石油工业 和阿省境内的这个输油管线建设的口水帐 啰啰嗦嗦的说了整整一集 但是呢 毕竟这个话题比较没有趣味了 也不知道您听进去没有啊 不过呢 我估计阿省人民还没听够 估计还想再听几集 不过呢 阿省人民呢 您先稍弯勿躁 正式对阿省的介绍呢 还没轮到呢 下集我还是得继续说回魁省 因为魁省还没说完的嘛 有人问下集你讲什么呀 讲什么内容啊 估计啊 你肯定喜欢 我呢 打算从下集开始呢 也要弥补一下这个魁省人民破碎的小心灵了 竟说魁省人民的坏话了是吧 我呢 补偿一下魁省 帮魁省呢 拉拉游客 从下集开始呢 我准备隆重推出魁省十大旅游景点 敬请期待哟 对了 这倒提醒我一件事啊 上集有一个观众给我留言了 意思就是说呀 既然你说魁省 怎么之前你讲到1970年的十月危机之后 你就不再往下讲了呢 这个魁省其实还有不少非常大的历史性的事件 你比如说那个争议非常大的 1976年的那个蒙特利尔奥运会 对这个问题呢 我回应一下啊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是肯定要说的 不过呢 我打算等到讲到蒙特利尔的旅游景点的时候 咱们再说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蒙特利尔的那几座奥运场馆呢 咱们在讲旅游的话题的时候呢 肯定是绕不开的 到时候再说也不迟 OK 咱们今天就说在这吧 最后呢 主阿省人民和魁省人民 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是精诚合作 团结一心 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啊 看在我的面子上呢 就别闹了啊 有人说你庄严的面子值几个钱呢 没错 面子不大 但是很厚啊 来来来 帮我点个赞订个月 打开一个小铃铛是吧 国内的视频平台的观众朋友们呢 您可以长按点赞按钮 给我来一个一键三连 或者是强烈推荐啊 要是给我刷几个礼物就更好了 呵呵 得嘞 咱们下次再见